南美洲國家委內瑞拉 從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紛擾不斷 而最高法院在星期四裁決 現任總統馬杜羅勝選 但是仍然沒有公布 計票的詳細內容 反對派仍然不服 宣稱選舉結果無效 大選後紛擾不斷的委內瑞拉 恐面臨一波動盪 回國最高法院 當地時間二十二號 針對選舉結果做出判決 裁定現任總統馬杜羅 在上個月的總統大選 拿下勝利 這是委國充滿爭議的選舉 結果公布後 首度由國家機關 為執政黨慎選背書 而且不得上訴 但法院裁決 恐怕無法讓社會回歸平靜 因為反對派強烈要求的 計票細節任未公開 馬杜羅得知判決後 高喊這是歷史性的裁決 還抨擊反對派對手 龔薩蕾斯是縮頭烏龜 準備逃到國外 龔薩蕾斯則在社群發佈一張圖片回擊 重申選舉結果無效 並批評法官只會加劇 美國政治危機 委內瑞拉上個月二十八號舉辦總統大選 反對派原先氣勢如逢 勝券在握 沒想到選委會公佈結果 馬杜羅以百分之五十二得票率險勝 引發選舉做票爭議 連日來示威不斷 目前為止已有二十七人 在抗議中喪命 一百九十多人受傷 還有超過兩千人被捕 公視新聞 涮林編譯